国际水稻研究所一群外宾10号来到石门区出黄口农场 在水宝局推荐下这个国际水稻先驱的专家们 要来看看出黄口农场的友善无睹环境 今天在水宝局台北分局的带领之下 一群来自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研究专家 来到石门出黄口农场进行交流 也在农场主人的准备之下 看着水梯田上稻子从育苗到插秧 最后将长成的稻子收割 下一道最后再碾成吃的白米 透过外宾的问答提问彼此取经 让双方的稻座产业都有所进步于提升 今天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专家 总共有三位 那因为就是他们就是对这个水稻的种植 跟后面背后这个文化和科技 都很有兴趣 所以带他们来松山社区这边参访我们的水梯田 那为什么会选自黄口农场 因为这个农场主人陈国志陈先生 在回到农村 这个推动农村再生的工作以外 他还推动很多水稻的像这个 就是无毒耕作 然后还有很多的食农教育的体验 那我们觉得这是很适合跟 国际推广的一个案例 很感谢说今天那个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那个陈乃琳寄证 然后带领这个国际水稻育育种专家 还有病虫害专家 来出房口农场 然后这是我的荣幸 其实最主要我是 针对说我出房口农场 在做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来交换一下意见 说我们这边的农作 然后怎样带动这些食农教育 还有生态教育 然后结合到我们的产业里面去 怎么样去做行交的这一条路 国际水稻研究所总部设在菲律宾 是国际间水稻保种与研究的夹夹者 更是各国取经研究的对象 水保局指出 这次专家来台交流选定 石门出房口农场 看准出房口农场的无毒友善种植以外 还有农场行销面的创新发展 让稻作不再只是传统的农耕 而是创新的农业亮点 其实像我们的稻作 就是我们的田是属于那个梯田式的 然后还有我种的是 种子是日本新系月光米的米种 所以说还有我用这个独特的一个 比较独特的一个架赛的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田间的话 就全部都不傻药 所以就是用有机的方式去种植 然后再来的话 像我自己也自发性的去做 这个产品的一个检验 花钱自己去做检验 让顾客有一个安心的产品 可以来享用 好 谢谢 厨房购农场主人很荣幸 可以成为台湾到做交流的代表 从返乡坚持友善无毒种植 到现在农村农事行销上 不断创新 就是希望在台湾自己的家乡中 能够唤起更多人 对于环境生态保护的意识 让不论是大自然还是吃的食物 都能够远离有害物质 创造台湾成为友善无毒的大地 记者达平潘石门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